台湾老百姓嘛 就必须得要关心台海问题 尤其这个美中台关系错综复杂 马上年底这个美国又要选总统了 苏奇示警了 他说台湾恐怕会沦为美中开战的板机吗 那尤其地方自救 但是我们的中央却是泼冷水 好 先来看到这台北论坛基金会的董事长苏奇 他示警了 他说到台湾呢 在蔡政府执政之后呢 在美中台关系当中 百分之百是向美国靠拢 彻底疏远中国大陆 造成了两岸对话中断 不但没有有效的解决争端 也让双方对彼此做出了最坏的打算 那他也提到了 这个美国政策呢 是建立在对中国的误解之上 导致呢 误会只有中国在片面改变现状 但其实台湾也在改变现状 其次呢 这是鼓励了台湾的偏读政策 让民党政府呢 以为美国呢 会在台湾的背后撑腰 最后是误解台湾有上战场的意愿 事实上啊 这苏奇提到了 普遍台湾人没有意愿作战 台湾的防御大多是仰赖美国 只是假装自己准备好 面对战争 那说到美中台哦 你也看到了这一天呢 这个美国国会是无意通过了 这个台湾冲突 嚇阻法案 以及太平洋伙伴关系法案 内容要求跟台湾 还有太平洋岛国论坛等等 要来紧密合作 那针对这个美中台关系哦 新加坡前驻联合国的大使呢 马凯硕他也提出警告了 他说呢 美国前总统川普是生意人 如果川普再度当选了美国总统 台湾作为美中禁局之下的一枚棋子 很有可能会被轻易牺牲 美中地缘政治竞争哦 已经爆发了 并呢将在未来十年加速 台湾处在中美之间的对抗 而且台湾很有可能是 这场竞争中的棋子 掌握地缘政治智慧 对台湾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好同时他也提出了 台湾不应该推动台独 不应该逼迫国际社会做出选择 一旦台湾选择独立 国际社会极有可能 会向中国大陆来靠拢了 好同一时间 此刻向中国大陆靠拢的 该不会是我们的友邦吧 谁呢 好非洲仅存的友邦 史瓦蒂尼的这个国王 这一天不是访问台湾了吗 好跨国新闻平台就报导了 史瓦蒂尼虽然是唯一缺席 2024中非合作论坛的这个非洲国家 但是中国正着手在史瓦蒂尼 扩大了商业跟经济影响力 民间跟官方各种迹象都显示了 台湾在非洲仅存的邦交国 恐怕已经逐渐向陆方来靠拢了 能不能靠拢呢 谁该去挽救呢 就是我们的政府了嘛 不过你看到两岸之间 在民党执政之下 这国安方沟通全部中断 从过去的蔡总统执政 到现在的赖总统执政 国安方很久不沟通了 那民间靠自救 真的好消息传来了 来看到民间自救之下 中国大陆宣布了9月2号 所以恢复了台湾的文旦输入 但是赖总统说话了 赖总统说的这些话 我们来看到他说什么呢 他说近期中国恢复台湾的文旦输入 但是只有特定的县市文旦 被列入输入的清单 他说中国利用特殊化经贸往来 作为分化台湾的工具 反而不利建立台海往来互信 以及促进区域稳定的繁荣 好 看得出来 这个赖总统说这一番话 是帮这个文旦来贴标签 贴所谓的分化标签 那农业部长呢 陈俊记他则是表示 其实销往中国大陆的文旦 这个检验出害虫不合格率 高达了43% 这个数字是偏高的 好 但是这个文旦输入 对当地农民来说真的是一大好消息 这个瑞税乡的农友就表示了 国内外每一个市场 对他们来说都很重要 陆方呢 今年开启了文旦输入 对这个瑞税的当地农友来说 就是利多 尤其你看到花莲今年 不管是观光 或者是他们当地的一些产业 都发展得不太好 那就是因为之前这个花莲的产业 受到了强震还有强台的接连冲击嘛 整体是经济萧条的 花莲县政府还编列了10亿元的这个经费 要发给每位县民3000块钱的振兴券 好 但是中国大陆宣布恢复台湾的文旦输入 我们总统却贴这个文旦标签了 那目前看起来啊 这中非争议还没解决 另外一头中非争议也持续升温了 这个香港南怀早报报导了 这菲律宾官方发言人表示了 绝对不会允许中方强行轻走 在仙兵礁滞留的菲律宾海军船 同时菲律宾方面强调了 如果中方真的强行拖船 菲律宾的军方也有备用计划 会做出相应反击 解放军把战斗的军舰派来了 海巡的舰派来了 拖船也派来了 那个拖船可以拖六万吨的 拖你仙兵礁两条船是很容易的 而且中国大陆已经给你下了最后通牒了 对不对 那菲律宾讲还有备用计划 我请问你拿什么备用计划 你面对055 054 052 这些有充分攻击力的战舰 你拿什么备用计划 而且印太司令现在是什么 现在处于以色列战争跟这个俄乌战争 航母是空窗旗 没有箭子可派 最近不是搞四个国家一起联合军演吗 派来的都是快要退休的船 因为这叫空窗旗嘛 你航母都要跑到这个 以色列周边去了 跑到俄乌战场去了 你太平洋司令部 你手上还有什么东西可以用 中东太吃紧了 对啊 所以解放军如果稍微 用拖船给你拖走的话 这个问题也就解决了嘛 所以你看中国大陆态度比较强硬 你现在不要到我这些岛桥来 抵近侦查 你侵入我的领海 我的领空 说不定我会反应 所以上一次国务院派人来 见了王毅 见了习大大 就是希望战区司令官能够通话 战区司令是讲谁啊 印太司令啊 因为这边是一个爆发点啊 南 这个解放军的南区司令官 就是说你们通话就解决冲突嘛 但是问题就是说菲律宾你这种搞法 中国大陆的南海行动准则要不要签 海上一带一路你还要不要继续搞 如果菲律宾这样子一个小跳梁小丑这样搞 你摆不平你的威信在哪里 而且你不是用击沉啊 你拖走可以吧 我讲过军事行动以外有很多叫灰色手段 很多国家都在用灰色手段 对不对 我基于人道主义又把你拖走人 给你送回去 船给你送回去 我因为打死人 对不对 可以做的 你今天越不做这个事情没完没了 等到以色列战争完了 人家美国航母来了 你是不是要真的对抗呢 对不对 所以这个问题取决于中国的态度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E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造之脆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腻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谢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